近期香港人方寸大乱,除了清洁消毒用品抢购一空之外,还要通宵睡街抢购口罩,甚至要盲抢食米、厕纸、卫生巾等日用品。总之人一方,心大乱,佳因今时今日,政府防疫工作不尽人意。 靠不住,眼见疫情是弱,难怪人人自危,老实说,日用品用量始终有限,与其再切发增购日用品。倒不如想想今年上余的时间,如何应对经济逆风以自保。 未来半年,将会见到失业率上升,企业大幅收缩甚至倒闭,这两年高价成交的物业,券供或食样的个案会增加,经济景气到几可肯定会比当年沙士环要差。 第一个自保的动作,是计计每月开支,再评估下收入风险,量入为出,以防守停口停,一家大势,储备可以挨到多久,若认为份工高危,趁还有份工作兼低息环境。 申请定银行贷款应急此额度,不取用不收息那种,非鼓励借贷,只是以备不时之需,反正就是要预留一定的流动资金应付突如其来的转变。 展望经济低增长,但疫情过后一段时间,物价有上升风险,一旦出现滞胀,日子必然难过,其次是,检讨投资组合,减杠杆,控风险,评估固定收入。 虽然眼前港股好似没有疫情发生,家因经济景气虽差,但低息环境资金泛滥,不少资金缺乏出路,仍停留在鱼缸玩斗傻游戏,但诚如不者近日多次强调,组合中小部分作职日先短线操作并无不可, 但必须要留意保持一定比例,现金及黄金等多元化兼避险的投资,股票部分尽量避免持太多,受经济衰退打击的传统产业股,如银行股,免得赚息不够食价。 此外,亦是很重要的,乃每日自觉保持乐观的心情,多接触正能量,未来的经济景气有多差,难以预料,尤其如今股市正不断透支未来,一旦调整开始,会有覆巢灾结之感,但经济总有起跌周期,与其悲观过日子,倒不如每日提醒自己官人官物要保持正面。 别转牛角尖,不仅如今时新,旧经济交替的时代,商业和消费模式都在转变当中,传统产业不仅,不等于完全没有商机,新经济产业门栏较低,最重要是懂得应用创新科技,捕捉市场机会,总有机会开拓新财路,而新经济概念亦能为股市带来炒波幅的机遇。 顾经济差不等于世界末日,总之身处逆境,心态上要时刻保持谨慎之余,还需保持积极性,头脑清晰,此有机会获财神爷眷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